台北线板桥有一个20岁的年轻男子呢 他利用未成年的女朋友 假装在网络上面认识了网友啊 然后闹出个纠纷啊 把被害人约出来 结果呢是跟人家恐吓取材 逼着人家签本票 甚至呢还逮捕了这个男子的时候呢 发现说哦原来他在之前啊 他这个还涉嫌将一对大学的男女朋友 男生被他们勒索女生呢被性侵 警方目前也在追弃其他的共犯 监视器画面中右边的李星男子 和中间的被害人看起来有说有笑 其实他是被逼迫 来到这家手机店办手机 上网认识网友想不到 遇到李星男子的女朋友发生纠纷 于是双方约在昨天下午谈判 被李星男子持刀强压 签下六万元的本票 和新办两只手机当作赔罪 警方寻现逮捕24岁的李星嫌犯 和两名14岁的未成年少女 又发现这个犯罪集团 还犯下一起强盗性侵案 原来李星嫌犯和集团成员 上个星期在新庄运动公园 还涉嫌持刀恐吓一对男女大学生 强抽恋爱税 警方发现这个集团一共有七个人 占全力追捕其他成员盗案 中间新闻杜宇之赖剑智台北报道